这是什么神仙运气 寻宝人买下被遗弃的货柜 竟开出一辆保时捷跑车 马上竟拍的货柜来自洛杉矶 刚打开箱门 老马的哈达子差点留了一地 前面的四个铝合金轮网就值个万把美刀 后面大都冒下似乎还有宝贝 大黑曾当过两年洗车小弟 他一眼就看出盒子里都是高档汽车零件 买下很容易就能出手 乌子眼光超级毒辣 他觉得前面这些不过是开胃菜 都冒后面很可能藏着大家伙 这把必须拼一下 安娜虽然看不懂这个集装箱 但看这群男生兴奋的跟猴一样 他知道里面的宝贝肯定不简单 杰森一千美刀开拍 黑哥俩立马跟上 乌子也忍不住了 安娜就没再怕的 任凭别人出多少 他都立马跟上 黑哥俩一万美刀的报价点燃全场 洛米劝乌子及时收手 然而乌子已经散失理智 洛米害怕自己老婆本都得亏掉 黑哥俩咬牙报价一万六千美刀 并催促主持人赶快落拍 然而主持人还在不断向乌子拱火 果然乌子没忍住 最终爆出了一万七千美刀的高价 并成功拿下了集装箱 黑哥俩非常不爽 吐槽主持人为了点钱 杰操都不要了 洛米还在哭诉摊上这株队友 真是倒八辈子没了 然而下一秒就被啪啪打脸 首先单这四个轮网就已经回本八千美元 箱子里不光有汽车衣表盘 还有碳纤维引擎盖 每个都能卖上百美元 但光靠这些汽车零件不过是塞塞牙缝 今天能不能翻身 关键要看后面的宝贝给不给力 迫不及待搬开盒子 下一秒三兄弟直接高潮 这里面居然真的藏了一辆车 小心翼翼地掀开盖部 下一秒三兄弟直接原地蹦起洋物 居然是一辆保时捷超跑 看风格应该是五十年代的 有朋友愿意出三万五千美元收 有时候不得不佩服物资的眼光啊 经过核算 这些货物总价值为五万五千美元 除去成本一万七千美元 这波三兄弟大转38000 这是我见过最离谱的集装箱 里面开出的宝贝 差点把寻宝人吓尿 马上竞拍的货柜来自中国北京 里面会藏着什么好宝贝呢 只见货柜里堆满了纸筒和纸箱 空气中还弥漫着一股北京烤鸭的味道 馋的乌兹兄弟哈辣子都流出来了 黑哥俩根据包装推测里面不是茶叶就是坚果 要是能开出铁观音或者母树大红袍 随便一斤都能卖多万把美元 他们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安娜有一条原则 不和海王谈恋爱 也不买有味道的集装箱 因为风险都太大了 马修曾来中国进修过 他一眼就看出这个货柜的底细 但为了不引起哄抢 他现在只能故作深沉 杰森最爱的就是中餐馆 他一鼻子就闻出这里面的名堂 八角桂皮等这些香料的价钱可不便宜 虽然可能有些已经受潮 但他还是决定赌一把 一千美元开拍 杰森立马跟上 黑哥俩也出手了 马修一上来就是三千美元 杰森对这个货柜情有不忠 马修却死咬着不放 几个回合下来 价钱已经来到了七千美刀 杰森一气之下 竟直接喊出一万美刀的报价 乌兹兄弟对着马修起哄 还质疑他不出价八成是主办方请来的托 马修笑笑不说话 最终货柜被杰森一万美刀成功拿下 马修嘲笑杰森要输得裤衩不剩 观众老爷们 你们觉得杰森这不能智冷起来吗 首先是一袋万寿菊花 价值十美元一磅 这些能卖五百美元 这是什么草药 有小伙伴认识吗 一大袋斗尺 可惜已经受潮了 杰森突然有种不祥的预感 果然后面这一大桶香叶也已经发霉 杰森还在强行安慰自己 然而下一秒 杰森背下的虎去一阵 草药里尽全是肥美的小强 看来这草药相当滋补啊 经过核算 这些货物的总价值只有五千五百美元 除去成本一万 杰森这波血亏四千五百美元 够我打一个月螺丝了 你绝对不敢相信 寻宝人花两万三千五百美刀 买下无人认领的货柜 竟开出二战时期的双管高射炮 那么这门高射炮能帮三兄弟大转一把 这是从小日子发往美国加州的集装箱 里面会藏着什么好宝贝 打开箱门 寻宝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里面竟然摆了一门炮 旁边还有一堆轮胎 在最后的盖部下似乎还藏着大宝贝 第六感告诉安娜 前面的大炮肯定是真的 而后面的盖部下很有可能都是狙击枪 他决定赌一把 马修经过慎重思考 决定放弃这个货柜 尽管军事装备很诱人 但要是来路不明 很可能会惹上大麻烦 他今天的主线任务就是让乌兹兄弟狠狠出一锅血 果然乌兹兄弟这边激情高涨 洛米曾是一名散兵 他看出这是防空用的高射炮 他不清楚卖这家伙是否需要许可证 但眼下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拿下来再说吧 拍卖正式开始 2500美刀开拍 一帅哥立马跟上 安娜也不甘示弱 黑格俩一万美刀的报价 瞬间就让现场气氛热烈了起来 乌兹兄弟白眼翻上天 他们并不想把价钱抬得太高 但马修可不嫌是大 直接来了个超级加倍 乌兹兄弟气得直腰头 扬言拿下大炮后要把马修射出去 随后喊出一万九千美刀的高价 不料却正中马修吓唤 安娜这个脚屎棍立刻接棒 价钱瞬间飙升到了两万两千五百美刀 乌兹只敢保守加个一百 没想到安娜继续报价两万三千二 乌兹兄弟决定放手一搏 安娜一脸得意 似乎目的已经达到 最终乌兹兄弟花了两万三千五百美刀才顺利拿下 马修似乎早已看穿一切 表示这三人不会高兴太久 盖不下果然是一台高射炮 而且状态看起来很不错 为了弄清宝贝的来历和价格 三人找来专家斯坦 斯坦说这是小日子产的双管高射炮 如果真的是来自二战时期 市场价在三万五千美元 但代价是兄弟三人得去采二十年逢院机 这可把乌兹兄弟吓的话都说不利索了 好在幸运的是 经过斯坦仔细勘察 这高射炮虽然是真的 但年久失修 现在只能作为拍戏的道具 他愿意有情价一万两千美元收了 乌兹兄弟瞬间松了一口气 钱没了还可以再赚 进去了可就难说了 三兄弟只能把希望寄托于最后几个宝贝 忐忑地拉开盖骨 下一秒乌兹兄弟运气蹦起来 谁能想到 这里面居然藏着一辆战术吉普车 上面还装备了一把M60机枪 乌兹兄弟以为这也是道具 斯坦却说这也是真的 不过枪支已经被特殊处理过 只有展示作用 好在价格不低 可以卖一万八千美元 接着乌兹兄弟又找到一箱彩蛋和枪支道具 可以卖五千美元 除去成本 乌兹兄弟这波大赚一万两千美元